明天就是除夕了 但是有民众去年12月网购的年菜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 民众发文指控 知名年菜业者不但没有出货 甚至连客服电话也不接不回应 直言难道是遇到诈骗了吗 那么对此业者发表声明回应 说95%的顾客都已经收到货了 剩余的205位顾客 是因为物流受到影响 才会延迟收货 强调会负责到底 新花鲍鱼佛跳墙 清真鲁鱼还有秘枝双方 知名的年菜业者 网路周团卖年菜 但有民众知道了1月20号小年夜 订购的年菜都还没有收到 那这感觉就很像诈骗 我们就是刷卡付费给你的 都很准时的给你签了 年菜这种东西 你年后发你是我的过去吗 你说补偿一个购物金 这不太对吧 新北市郑明晨先生 去年12月16号 向知名业者订购了年菜 不料不但迟迟没有收到货 线上的客服或是打电话 业者通通都没有回应 让他直呼 难道是遇上诈骗了吗 甚至有其他网友哀嚎 认为自己也被骗了 说过年都快到了 年菜却还没到 团圆犯没有年菜 不知道该怎么办 哭喊谁来救救他 年后补气谁要这个年菜 所以消费者可以主张说 我一名把232条的规定 我就主张我不要收这个东西了 那我要主张解除契约 然后你要请求存害赔偿 消保官也不排除 年后联手台北市开大型的调解会 而业者则回应 205位的顾客订单 受到物流影响有延迟 强调一定会负责到底 现在民众只能够伤脑筋 毕竟年夜饭开饭再急 要去哪身 一桌子的菜 记者陈章 张士奎 台北报道